自古以来 魔法的世界皆是令人叹为观止 目眩神迷 它是幻术 是技巧 亦或是科学的眼镜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在这里 我们将由蒙骑士 智之星 弥雅星 月之星 孔恩 炎之星 燕王 与魔法新生 Kiki 带领大家一步步揭开魔法背后的真实世界 欢迎收看《科学侦探团》 大家好 老师好 蒙学员的各位学生 你们知道今天来到 《科学侦探团》是为了什么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什么 蒙学员魔法大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后面有血 对 我中文超好的 是的 就是蒙学员魔法大会 这一次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都要表现出一种魔法 而如果最厉害的人 就可以获得 魔法大使耶 是的 而且还可以代表蒙学员 参加下一期的对外活动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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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 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就请到我们的 诺贝尔先上来为我们表演 诺贝尔 好 诺贝尔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神奇的魔法呢 我今天要带来的魔法是 魔法充气术 我只要把气球就是 不用手 就可以让它变大的魔法 你该不会是要把气球 放在真空罐里面 然后利用大气的压力 把气球变大吧 我告诉你 我们早就学过了 对啊 我知道 我看过 才不是耶 你会说 不是这样吧 我的简单多了 我只要把这个气球 放在这个宝特瓶上面 它就会变大 你又没有对气球吹气 它怎么会变大 对 这就是我魔法的厉害啊 看诺贝尔变就知道了 对啦 对 好 仔细看喔 我要开始变了 好 现在把它套在宝特瓶上 开始变魔法 诺贝尔的魔法 看仔细喔 好厉害喔 变得很厉害 真的耶 好厉害喔 你看 撑到它 它的气球就放在上面 就自己变大了 而且它还没有吹气 老师 它作弊 哪里啊 明明就是魔法 它里面一定有放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让气 就作弊啦 才不是耶 这是我的魔法 反正这次的魔法大使 一定是我 老师 那我想要上去检查一下 它的宝特瓶 有没有动手脚 好啊 好啊 你看看 各位同学 是 让我来检查一下 有检查出什么蹊跷吗 我知道了 诺贝尔刚刚变的 根本就不是魔法 这是化学的原理 你是不是刚刚在气球里面 加了小苏打粉呢 你怎么知道 那你是不是在宝特瓶里面 又加了醋呢 哥 你干嘛都把我秘密说出来 那我现在就来还原你的魔法一次 请看 这个气球里面已经放了小苏打粉了 这瓶子里面放的是醋 首先我把这个气球 套在瓶子里面 好 确定它套好了 好 接下来我把小苏打粉倒进去 好 大家注意看 气球就变大了 你都把我的秘密说出来 好厉害喔 你耳心也变出一模一样的魔法了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小苏打粉遇到醋 就能让气球变大呢 小苏打粉是碳酸氢氧氧 四个弱节 醋酸是乙酸四个弱酸 这两个化学物质摆在一起 发生反应 就会产生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气体 在内的这个产物 那这个气体到气球里面 就会开始让它膨胀 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同学听说他是为了要挑战 另外一位萌棋师 他究竟要带来什么样精彩的魔法呢 谁啊 好 让我们来欢迎欧帕 欧帕 今天的这个魔法挑战呢 我要挑战在场的一位同学 谁啊 我要取代他 成为科学侦探团的团长 团长啊 应该该不会是 对啊 我要挑战就是 米亚棋 你要小心 来 挑战是燕王 好 比赛有荣誉心很好 没想到 你要挑战最帅气 也是最强的燕王 我要挑战 会用火魔法的燕王 你确定要挑战 我最擅长的灵火幽迷 你确定 他确定 没错没错 我今天要挑战的就是 隔空起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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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在 我跟你是蒙骑士的队友 一时打发暗黑大地 今天你现在 好 大家来看我表演喔 要不要挑战 我先来 冷静 冷静 因为我刚刚以后 我听起来就已经比较厉害了 白风跑过来 我不怕你的 没错 这个隔空起火术呢 我要用这个 卫生纸团 让它隔空起火 而且大家知道 平常火要怎么熄灭吗 但用水就可以熄灭了嘛 没错 用水熄灭 所以呢 我要让这个卫生纸 沾上这个水之后 才可以燃烧 所以是沾湿的时候 反而能够起火 以后大家不要叫我欧帕 叫我 欧帕王都出来了 你真是亲人太赛了 我跟你讲 你是什么心 我是炎之勋 以后我是 以后不止这边有图腾 这边也会多一个火的图腾 太棒了 好 马上就要来表演给大家看 赶快变 而且呢 因为这个火焰呢 是我特别练过的 它火焰会是有点带有点 淡淡的紫色 我就帮它取了一个非常棒的名字 它就叫做 现在准备开始施展咯 大家准备好了吗 灯光先微微按下来一点 试试看 有细分 有细分 准备 让它沾上这个水的液体 沾上之后 就要开始来施展我的魔法了 我等一下会用水把它吹息的 对 你是用水的 要等一下喔 我有预感 新认的炎之星要诞生 等一下 她要赶 是 杭州瑜 太厉害了 完成 这次魔法大会就是我赢啦 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我要打个岔 请 各位同学 其实我这次有一个秘密的任务 其实普利斯老师呢 有委托我担任这一次魔法大会的督察员 督察员要做什么呢 就是检查各位变得到底是真的魔法 还是科学的小园 太好了 米兰兴交给你了 这个是真的魔法啊 那就让我来检查一下 首先我想要检查的是欧帕 你刚刚泡的内缸是 我刚刚就觉得是有蹊跷 为什么呢 因为欧帕变出了火焰的颜色 其实不太一样 对 而且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水 我现在就来问一下欧帕 这个是不是 甘油 身为萌其事不可以说谎 他就是甘油 那我懂了 如果这个是甘油的话 那你刚刚卫生纸里面包的 应该是 对 那我就知道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过猛酸甲的晶体 这是一个非常少人知道的 化学实验喔 是的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过猛酸甲 遇到甘油会烧起来呢 过猛酸甲是一个强的氧化剂 那它遇到甘油的话 就会产生激烈的氧化还原反应 会释出大量的热 它在浴套外头 包覆了这个卫生纸 就会起来烧 好 我们接下来这位同学呢 他带来的神奇魔法 是可以让混浊的液体 颜色变成浅色 你们猜是哪一位同学呢 是 妙小 我怕也变过 是我们的魔法新生 Kiki 今天呢 我准备的魔法很厉害 多厉害 它叫做 还原魔法 我可以在一瞬间 就让这杯茶色的液体 变得很浅 我为了这还原魔法 练了很长一段时间 旁边那罐看起来 好像就是普通的汽水啊 对不对 是 欧帕说没错 他就是一瓶普通的汽水 真的不是什么 加了什么特别元素的东西吗 没有 完全没有 那欧帕你检查一下 欧帕你继续 让我来喝喝看 欧帕好闲精精神 肚子 好喝喔 好喝喔 酸酸甜甜很像初恋的滋味 我怕你不要吓我 所以真的是汽水吗 真的是普通的汽水 对不对 好 因为呢 接下来就要靠我的魔法 瞬间 让这瓶普通的汽水 变成一杯魔法还原水 魔法还原水 将这杯魔法还原水 倒进茶色的一体之后 立刻一瞬间 马上就会颜色变浅 立刻一瞬间 有没有用到的 真的变 变成 你看 真的很快就变色了耶 对 一般我们看到都是 东西的颜色会越来越深 可是没有看过越来越浅的 对不对 看起来蛮有两把刷子 不过Kiki 你这个魔法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也会喔 我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 魔法还原液 我可以把它倒入之后呢 变回原本的茶色 这么厉害 要把它变回去 我们来试试看 有变号吗 变不变的茶色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童恩 你怎么办到的啊 其实呢 Kiki一开始的那一杯水 是点酒稀释 所以长得很像红茶的一杯水 那点酒遇到了这个 柠檬汽水里面的 维他命C 对 所以点呢 碰到了维他命C 就会产生化学作用 就会变成点离子 好的 现在老师来做个更完整的示范 有没有看到 史上的这个透明的液体 那是什么啊 对啊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好厉害喔 老师 老师不愧是老师耶 厉害 老师好厉害喔 这一杯水呢 它就是纯的维他命C 对 所以它的化学反应会更加的强变 难怪效果这么好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点酒遇到维他命C 就会变透明的呢 点酒里面含有点分子 是一个氧化剂 那是有颜色 大概是茶色的颜色 那维他命C 是大家所熟知的抗氧化剂 是一个很好的 反应剂 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会产生氧化反应 那点酒里面的点分子 就会变成点离子 点离子是没有颜色 所以容易的颜色 就从茶色 变成 透明的这个液体 我们再加入这个双氧水里面 里面有过氧化氢 这个是一个氧化剂 那它就会把我们刚刚里面 这个点离子 再把它这个氧化成点分子 那点分子又有颜色了 所以你又可以看到茶色 接下来这位同学 他为了今天的魔法 他特别苦虐了很久 而且这个魔法 跟他普通所惯用的魔法 完全的不一样 看现在的坐姿 我们就大概能够猜到是谁的 是的 究竟他会是今天的冠军呢 让我们来欢迎燕王 验王中六是使用魔法最强的魔法式 好不好 但是我发现这个魔法 其实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火它会怕水 所以我训练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这个魔法 跟水有关 就是我可以让水流动 让它停止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把水 从液态变成固态 没错 而且这个魔法的名称 你听到会吓死你 叫做 瞬间凝结束 不是 可是还蛮厉害的 燕王 你说你要让水瞬间凝结 可是这要子如何表现出来 让我们看到呢 对啊 对嘛 Kiki 了解 请你上来 好 请我们的Kiki来当燕王的助手 现在我拿出一个水桶 大家可以看它底下 完整的 没有任何的步骤 是 是不是 完整的水桶 现在我要麻烦Kiki 她做一件事情 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个水桶里面 然后我要再试一个魔法 来 全部倒下去 倒完之后呢 我要试魔法 Morin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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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看喔 我把它倒过来了 好紧张喔 好紧张喔 不行 它会撕掉 我害怕水喔 我要让这个魔法更有挑战性 所以我要倒过来在Kiki的头上 好 真的 你相信我 真的吗 会长 你不会把我淋湿吧 会长 我放心啦 她会照顾你的 好 准备好喔 3 2 1 盼 盼盼盼盼盼 好厉害喔 加油 鼓励一下 好厉害喔 水呢 水怎么不见了 太厉害了 好厉害喔 而且你们在 我给你们看一次 好厉害喔 完全都是干爽的耶 这么厉害 老师 现在是不是该我上场了 是的 米亚欣 我们需要你了 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首先我要来重新还原一次 燕王刚刚做的事情 刚刚燕王在桶子里面放的 就是这个白色的粉末 然后呢 燕王把这个水 倒到白色的粉末里面 大家注意看喔 好 倒完之后呢 我为了让它的效果能够比较明显 我再搅拌一下 好 搅拌完之后呢 它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是凝胶状的物体 有没有 感觉有点软绵绵的对不对 所以才倒不出来 燕王 你刚刚使用的这个粉末 是不是叫做 聚饼稀酸钠 大家看 没有错 原来这样子 你果然是这些 让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聚饼稀酸钠这个物质呢 在地球人的生活 也是常常出现的 大家一定想不到 它其实是在 因为它可以吸附 相当大量的水分 能够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聚饼稀酸钠 可以让水凝固呢 聚饼稀酸钠 可以吸水 吸大量水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结构 里面有这个小孔洞 第二个是它里面 有高量的这个钠 那这个钠 相对于外头的这个水的话 它就是会让这个水 经过一个渗透作用 进入到里面去把它吸水 所以可以让到达起 本身重量两三百倍的 这个水分子进入到它里面去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同学呢 听说他要把液体 变成结晶的中乳石的冰柱 究竟这是要如何办到的呢 神秘的感觉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童恩 我准备了呢这个透明的液体 跟这个小盘的培养米 我等一下呢 我把这个透明的液体倒下去 它就会变成一个冰柱 好 施展好了 魔法 施展好了 魔法 我要开始咯 仔细看 成功了 再拉... 这太神奇了吧 冰柱耶 他真的成为一个 变成冰柱了 好厉害耶 它好酷喔 你看 真的耶 好神奇 你太厉害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现象耶 好神奇 这个魔法冰柱数很强喔 我除了瞬间变成冰柱之外 还让冰也变成热的了 热的 我想要摸摸看 好 几几 以下来摸摸看 几几 你去试试看 冰的还热的 是热的耶 热的冰柱 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刚刚你的那篇液体呢 看起来是透明的 其实它是过饱和醋酸钠溶液 然后再配上这个呢 是醋酸钠的结晶体 两个加在一起 就会有化学变化 是 阿爸 你全部说对了 科学小教室 为什么烧杯里的液体 遇到白色粉末 就会形成冰柱状呢 我们实验的这个液体 是一个醋酸钠过饱和溶液 也就是在溶液里面 这个冻子醋酸钠的量是过多 所以我们要是去加入一个 或是稍微去咬动 让它产生一个晶体 那多余的这一个醋酸钠 它就会沉淀在这个晶体上面 那这个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所以你就会看成它形成一个冰柱 然后磨起来又会烫烫的 我们这一次的魔法大会 大家带来的 看起来都不是魔法 而是有趣的化学实验呢 对 所以最后一位我们的米亚欣 不知道会不会由我们带来 真正的魔法 轮到我了吗 让我们来欢迎米亚欣 老师我有个小提议 我想说今天的参赛者 竟然带来的都不是魔法 而是化学反应的实验 那不如我今天也用化学的实验 来跟大家一较高下好了 好啊 好 我来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 我今天要做的实验呢 不只是最厉害的 而且它是看起来最炫的 我来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等一下要做的化学实验叫做 魔法喷泉 我现在要找两位自愿的小助手 来帮我执行的魔法喷泉 我 选我 非常地踊跃 那我决定使用TE同学 跟童恩同学来帮我执行这家任务 耶 好的 现在防护措施都准备好了 童恩 Kiki 你们记不记得 上次我们穿成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做的实验是不是非常的精彩 对 非常的厉害 对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知道 等一下的实验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来 我先跟简单跟各位解释一下 桌上有三个三角形的骚杯 这里面装的就是 双氧水跟洗碗精的合体 好 混合在一起 那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个试管 这里面装的是点化甲 点化甲跟双氧水结合的时候 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催化反应 这时候就会发出很多很多的氧气 那氧气又经过了这个洗碗精之后 它就会冒出大量的泡泡 就会像喷泉一样 所以等一下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 穿成这样代表等一下会很厉害 米亚兴 我都不期待了 对 赶快来吧 好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倒进去的时候 反应会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倒完 我们就要赶快地往后退 然后看一下那个喷泉 美丽的喷泉 可是米亚兴 都是双氧水加洗碗精 为什么会有三种不一样的颜色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刚刚说过的洗碗精的目的 是会让泡泡非常多 对不对 那为了让泡泡能够有不同的颜色 看起来更缤纷 我们就加入一点 所以你看每一杯的色素的颜色 都不一样 有没有 就是黄色 红色的 还有橘色的 待会儿的喷泉一定会非常地漂亮 放在边边 OK 准备好了齁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然后倒数三秒喔 一 二 三 走 好漂亮 好漂亮 好 还真好耶 而且有香香啊 对不对 你闻到香香洗碗精的味道 洗碗精跟魔法一样 对 这真的跟魔法一样 而且让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化学的反应呢 它就是因为原子重新组合 产生全新的物质 所以看起来都会觉得非常像魔法 没错 那今天的魔法大会 既然大家表演得不是魔法的话 那也不能定谁输谁赢了 对 看来只能等下一届比赛的时候 再做定多了 好 不过普利斯老师 我觉得如果这次魔法大会呢 其实它改成化学大会的话 其实还蛮成功的 对 而且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化学反应 其实跟魔法一样有趣 对 那我们大家替自己掌声鼓励 耶 成功 耶 化学是无所不在的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化学的原理 成为生活中的一些小妙招 没错 今天 比如说除污垢 大家一定很熟悉 这个是什么 就是放在那个水槽下面的 一个小漏斗这样子 对 这个看起来很脏耶 对 那我们将用小苏打粉 跟醋要来清洁污垢 来教大家怎么做 怎么做呢 好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把小苏打粉 可以倒在这些 就是有污渍的地方 来 我帮你拿 谢谢 好的 所以用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帮他们清洁啊 好 小苏打粉 好 大醋 我帮你倒 好 要倒在上面 好 倒在上面 你们就看到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有起泡泡对不对 所以 这时候 趕快刷一下 我们拿牙刷 轻轻地刷一下 很轻松就可以把它刷下来 有些污垢都掉了 有没有发现 对 好 这个原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污垢 有分碱性跟酸性 那醋是酸性 它可以中和碱性的污垢 小苏打是碱性 它可以中和酸性的污垢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同时呢 小苏打跟醋都加下去 就知道什么污垢都可以清掉了 没错 其实呢 化学在我们生活中 有非常多运用啦 如果是酸碱中和的话呢 那也是咯 对 其实我们食物放久 会坏掉 会酸 那也是一种化学的反应 那我还知道 妈妈在洗衣服的那个 漂白水漂衣服 那也是咯 对 同位还知道什么吗 我知道了 就是给你们看 真的变得很干净 真的很干净 想要知道更多生活的妙招 就要锁定我们的 科学在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 继续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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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